终审法院的前裁定共同犯罪原则不适用于非法集结和暴动罪 律政司司长郑若华说 如果涉及鼓励或者推动相关罪行 仍然要承担法律责任 郑若华在网站说 终审法院的判词虽然说一个人单纯身处暴动等的现场不招致有罪 但是他认为只要稍微多一些活动 例如佩戴暴徒的徽章或者标志等等 很容易变成提供鼓励 可以被视为参与非法集结或暴动 又说任何人鼓励协助他人作受禁的行为 例如透过社交媒体宣传非法集结或者暴动 为这些行为提供资金或者物资等等 都可以因为参与而被视为主犯 或者因为协助和教唆 或损失和促治承担法律责任